大家好,我是时事军事节目主持人夏洛杉 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拉森和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基于这份官方文件 台湾海岸警卫队管理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 沟通和共享信息,并在海上救援和执法方面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 外界普遍认为,美台发展政府间的准军事合作关系 是在中共发布极具侵略性的海岸警卫法之后所作出的回应 1月22日,中共颁布海岸警卫法 此法赋予中共海岸警卫队包括使用武器以阻止外国船只 问题是,中共并没有划清其法律适用的领海范围 因为在南海和东海大片海域和岛礁都存在着主权争议 中共单方面升级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力的做法 给邻国造成巨大压力 这意味着任何在南海工作的外国渔船、考察或研究船只 都可能被强行扣押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的定居点可能被暴力拆除 在钓鱼岛活动的日本渔船和海岸警卫队可能被武力驱逐 中共的海岸警卫队和民兵船只尤其令美方困扰 因为他们的活动通常低于需要海军全面应对的门槛 但他们制造事端从不含糊 如2012年,因中共控制黄岩岛,中非陷入对峙状态 2014年,中共授权在有争议水域设置石油钻井平台 导致中越两国船只互相冲撞 2020年初,中共和马来西亚船只在南海穹台礁发生对峙 最近,220艘中共船只滞留菲律宾朱利安菲律佩礁 双方关系再度紧张 中共海岸警卫队在邻国看来是一支庞大的力量 数百艘船装备大量武器 其行动已远非保护沿海水域的民事活动 而是深度触及邻国的海上争端 最近,中共将海岸警卫队管辖权归属中央军委 它的实际运作完全在中共海军军事指挥系统下进行 而其他国家的海岸警卫队,如澳洲和美国 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由军方管辖 中共在南海扩张和对台侵略的过程中 利用了不同的灰色地带 首先,是在台海举行频繁的大规模军演 抹杀海峡中线和台湾防空识别区 制造灰色地带行动的模糊概念 中共在不触及真正的军事对抗情况下 不断升级事态 迫使台湾方面陷入疲惫的临战防御 麻痹和消耗台湾的战斗意志 从中共已经显示的扩张野心上看 中共军队有可能会利用这种灰色地带战术 为其将来的入侵做准备 其次是,利用海岸警卫队舰船和伪装成渔船的民兵船只 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 这种对抗构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灰色地带 它使中共的扩张和侵略 被包装在非军事活动的外衣下 中共在南海和周边海域 有效地部署了庞大的综合舰队 包括海岸警卫队和伪装成渔船的民兵船只 这些船队协同作战 占领有争议的海区 强行与敌对国家的船只发生冲突 并干扰美国海军的巡逻 同时将冲突限制在军事和非军事之间的模糊状态 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 中共通过一种冲突 但又不足以跨越战争门槛的平衡 来实现不断蚕食和扩张的目的 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 因为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从而引发战争 中共的海岸警卫法规定 中共海岸警卫队员可以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 发射手持武器 舰载武器或机载武器 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条约 对中共来说 这种高调鼓励冲突的法律 所导致的任何行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美国与台湾签署海岸警卫队合作的官方协议 就是这种后果的一种表现 它强化了美台关系 建立了合作的法律基础 显示了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尊重和认同 美国将帮助台湾准备抵御灰色地带战术 在短期内形成对抗中共的解决方案 而美台海岸警卫队的合作 能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发挥实际作用 在美国军方看来 中共的海岸警卫队和伪装成渔船的民兵武装 对台湾构成了特殊的威胁 怀疑北京会试图将他们改造成一支隐形的入侵部队 它就像俄罗斯使用所谓的小绿人那样 让身穿无标记制服的军队 入侵乌克兰通并克里米亚 同时声称没有在边境部署部队 俄罗斯就是在这种谎言的掩盖下 使西方对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没有做出及时的判断 假设未来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 中共可能会用渔船或海岸警卫队的舰艇 为其侵略行动提供掩护 并以此来迷惑和瘫痪台美的应对措施 因台湾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所以任何战机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 由此凸显美台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协议基础上 为台湾提供训练支援 确保台湾海警能够在各种威胁的情况下 做出适当的反应 面对中共渔船和挖沙船 对台湾控制水域越来越多的侵犯 台湾也相应提升了海岸警卫队的能力 配备了新的舰艇 这些舰艇可以在战争时期加入海军作战 美国乐舰将冲突限制在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对抗 而不是海军的直接参与 从而避免发生全面的战争 美国通过与台湾的合作 加强海岸警卫队在印太的存在 表明美国在总体上制衡中共的决心 美国海岸警卫队拥有大约240艘 长度超过65尺的巡逻艇 目前正处在新旧更新阶段 新增了11艘长度378尺的巡逻舰 和64艘长度154尺的巡逻舰 新的遗产级近海巡逻舰排水量4500吨 拥有电子战装备 导弹诱饵 一门57毫米MK110舰炮 射速高达每分钟220发 一座MK15密集阵禁防系统 四艇12.7毫米重型机枪 两艇7.62毫米轻机枪 配备两艘硬体冲气艇 可搭载两架海豚直升机或多架无人机 后续的遗产级巡逻舰将装备标准2与ESSM导弹防空系统 海岸警卫队的性质决定了其斗争的烈度 它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方 而是让对方知道 我有足够的能力限制你的行动 真正的对抗 是背后道义和实力所代表的力量 这些中共都不具备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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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 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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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要给你 你 谢谢 金号